大家好,我是Stan 回来Pink前妮出演的HBO作品The Idol 公开后马上就在韩国以及华语圈掀起了热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5号The Idol开播后 因为剧中前妮与两位男舞者的舞蹈动作 就有很多韩国媒体使用了十九金色情等字眼 报道了世界级偶像前妮 为什么要选择这部戏作为进决好莱坞的作品 也有媒体报道 这部戏是前妮收到The Idol制作人Weekend的出演邀请后 亲自决定出演 与公司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韩国媒体的反应大部分都不是很好 但是海外媒体却不一样 很多海外媒体表示 前妮非常成功地进军了影视市场 纽约时报更是表示 The Idol透过看妞娃节首次公开的两集内容 引发善情争议上了新闻头条 但在第一集公开后 不是女主Lily Lozdaip 而是Playpink前妮饰演的角色站在舞台的中心了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赞扬前妮演技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和我网友们的留言 不是看剪辑方面的动图或者是截图 而是看影片的话 真的什么感觉都不会有的 先不管作品怎么样 在两个男生中间做那个舞蹈 大家都知道是暗时什么 现在是假装不知道吗 太失望了 前妮等级的话明明就可以拒绝啊 看整段影片真的没什么 也太恶意了吧 不就是跳完午后对女人说 你也可以 这样因缘会结束的吗 前妮明明就可以选择其他电视或电视剧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那部戏呢 只看媒体报道的话 还以为是拍了什么色情剧 太傻眼了 不过要用杰妮这样丑话题 才能提高点击数吧 舞蹈都是暗示那些行为 都知道了还用那种表情跳舞 真的很失望 如果不喜欢的话 中途也能拒绝了吧 应该就是很享受那种幻想 以演员身份在剧中跳了舞 就这样引起争议 如果饰演了杀人犯什么的 是不是说太恐怖要示威不要演呢 只希望不要把K-POP的形象给影响了 前妮是代表K-POP的女爱的 选这种作品太失望了 你们没有看到Glory十九镜片段吗 不就是个电影电视剧 怎么再这样 这都是这种剧 你选择了就应该承担责任 全世间青少年崇拜的IDOL 居然拍了联想到那个行为的片段 友情客穿未成年人无法看的美剧 跳了一小段舞蹈的杰妮 与恶意截图后 上传到青少年都能看的地方 并留酸眼的人 到底是哪一边比较有嗨呢 所以对于杰妮出演的美剧 The Idol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选一下 大家最喜欢哪一种情况 想象一下自己跟平时喜欢的 一起喝了一杯酒后 鼓起勇气要去亲他的时候 1.他推快我后说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啊 2.装作无可奈何 就那样亲了我 3.亲完我后突然推快我说 抱歉我先回去了 4.短暂亲吻我一下后说 你改一下酒风或者是借酒吧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除了1都喜欢 因为234都亲了 12都在这里 1还是1负责猪 1都在单 level 2中牌 1ifique 3 6